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分享了一个我们公司基于double的一个数据跨网的一个实践 就是我们公司是存在一些不同网络之间的数据跨网 所以的话 然后呢又基于double 所以的话就会今天的这个实践介绍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背景 就是我们呢是有个云岛的业务 就是郑采云的话是大概介绍我们的业务 就郑采云是给政府做的一个购物网站 那像淘宝 其实类似淘宝 你比如说淘宝是给我们所有人用的 然后政府采购呢 它是会在我们的政策员上面做一些企业采购 政府采购的一些业务 比如买东西嘛 就是对吧 然后这云岛是什么概念呢 这云的话是我们的云命台 云命台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公司自己去部署的一套购物网站 然后它对应的是一套那个微服的一套款价 然后岛呢是就是在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是安徽或者说是那个山西对吧 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局网 那我们在他们那边也部署了一套 那这个叫岛 然后我们云岛之间 我们云的话是给浙江省和那个相关的一些区画 他们用的 那我们云和岛之间呢是有那个存在数据传输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随便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现在收到一个那个政府的一个公告 就是拿这个公告呢 它可能是全国性的 就是我们那个全国范围的政治海云的业务 都需要去发出这个公告 那我们就 我可能会在云命台的一个管理平台上面去录这个公告 然后再把它推送出去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云跟岛之间就存在了一些数据的一些跨完 然后对那个我们云命台来说呢 是就是这个局务是我们公司内部的 完全可控的 你比如说你要开个端口 其实是就很快就能开起来 那岛端呢 它可能是一些局务 或者说是一些那个私有网络 你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搞了一个那个浙三银行 对吧 它是完全隔离的一个岛 那这个时候他们的安全策略 比如说你开端口这些东西呢 都是他们自己定义的这些策略 这个就是我们云岛的一个业务结构 然后大概的这个数据链路呢 就是我画的这个图上面 就是我们的云命台下面有一些 我们一些分支机构 分公司的这些 然后它会对应一个一套 那个业务的一套系统 然后政务云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比如说安徽一个岛 或者说是市级的一些无锡市 对吧 对应的它是一个区画 一个隔离的一个政务云 然后还有一些私有部署呢 就是比如说银行一些国企 对吧 他们或者军队这些 正企的那些 典型的这么一个混合云的一个网络架构 然后我们这个混合云的网络架构呢 它会有一些特点 就比如说这里面列了几个 比如平台的一致性 平台的一致性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部署在我们公园云上 那个云命台 还有部署在政务云 或者一些私有云上的一些那一套 政材云那一套平台 它们代码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把一套代码 部署在不同的地方 就变成了多个平台 这个是一致性 然后还有一些能力的复用 那比如说像我们会 肯定会依赖一些 比如说三方的一些 一些那个能力 比如说短信 对吧 那但是我们一些私有云上面 它那个网络广度比较严 那跟那些三方的那些 就是要互通端口 或者说网络的这些流程 就是会比较复杂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希望去复用 我们那个云命台的一些能力 那这个时候 它们之间又有一些 数据的交互 然后跨网返迁移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去有一些 数据的一些迁移了 然后一些那个统路 对吧 这些统一路会有 然后各种各样特别多 还有最后一个统一的平台管理 那像刚才我举的例子 就是如果发一公告 我们是希望在一个平台方面 就可以去管理起来 而不是说 我那个浙江这边 发一条公告 然后在安徽那边 发一条同样的公告 那这个维护的成本 就可能会比较高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 说一下我们对网络的一些痛点 就是正企网络 其实如果很多公司 它其实都会碰到 特别是跟政府打交道的 它的那个正企网络的 会有警惕点 一个是网络比较复杂 比如像一些银行 它们的网络是那种安全性 或者它内部的一些东西 你其实不知道 它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那个流程的开通的也比较多 你要经常去跑 然后跑完了之后 发现有新的问题 然后又去跑 对吧 它有这么一些流程 然后安全的要求高 安全要求高的话 比如说体现在一个地方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像之前 开通的一些端口的时候 我们去传数据 然后里面如果有一些 那些序列化的一些协议 跟他们的规范是不符合的 那他们就会难掉 然后这个时候给我们的业务 其实是一个超时 或者说是一个 就是那种通用的遗产 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说 会带来一些位置的风险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是业务去驱动用尾的 就是说我们是有业务了 才会去部署 才会去做一些事情 对吧 那你每个早上 我们刚才说了平台一字性 代码都是一样的 我们会多次重复的投入 那这个带来的那个痛点就是 能力和时间的成本都比较高 那这些体现在一些 私有部署的时候会更多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网络上的背景 那既然是有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又存在 数据跨网的需求 所以我们公司肯定是会有一些方案 去做这个事情的 然后我们的方案呢 其实公司的方案比较多 比较多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 这个项目或者统一的一个部门 来做这个事情 那像之前的一些方案呢 比如说是有一个 基于一个Double Filter的 一个单向方案 这个方案呢 是在我们公司历史 稍微比较久一点 然后它的一个 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个呢是单向 就是它是导到云的 就只有一个方向 然后它是基于Double Filter 基于Double Filter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公司内部 其实微幅都是通过Double来调来调 所以我们是强硬来Double 那这个时候 你要做这个数据跨网的方案的话 肯定是会基于Double的一些特性来做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 你看像我们下面 有个业务Provider 就比如说我导端呢 需要把一些数据 同步给云端 我把那个业务的 那个Web呢 其实就是一个服务的消费方 对吧 我要把这个数据呢 传给云端的那个Provider 这个时候的话 它必须在导端 也部署一套业务的Provider 这个 它部署这个东西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要拦截这个请求 然后把这个请求转发给 部署在云平台的一个Double网关 对吧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做到一个拦截 转发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这个时候 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担 那如果说我们导端本身 就是有这些数据的路库 那还好 因为我们这个Provider 本来就存在嘛 对吧 但如果说 我有一些业务呢 它只是做泡玩用的 它没有本地的一些路库 那这个时候 这个业务Provider 它就是多余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也是一些 就这个方案的一个缺项 一个呢 单向的 第二个呢 去部署这个业务Provider 本地的这个 过滤器的时候 它也是运维上的一个负担 然后第二种方案呢 是一些网状点对点 那因为像刚才 那个单向的那个原因嘛 对吧 所以我们有些业务部门 它就自己去搞了一下 就是一些点对点的方案 点对点的方案 其实比较好理解 我也这么多导 然后我导跟导之间 是需要网络互通的 那这个时候就会说 它会去单独的去开通 这个点和 你要传输那个点 两个之间的一个端头 业务驱动部署嘛 我有这个业务 那我就会去推动 两个点相关的 那个他们的安全部门 去走这些网络 开通的一些流程 那这开通之后的话 那我就可以去调 据调的形式的话 那还可以用Double 我直接Double 这边不属一个 那边不属一个 然后就调 那网络已经通了嘛 那这种网络方案的话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 就是那个嘛 你看这个线特别多 它这点跟点之间的 这个开通的复杂度就高了 你这里面如果六个的话 它可能6636个 最高可能需要36个 当然一般我们的业务驱动的话 不会需要不属那么多 因为很多导断之间是没有同性的 但是这个复杂度上来的话 你对后面的一些扩展 可能就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这个刚才我说这些 就是这两个方案的一些问题 然后除了那个单向传输 白米单开通成本高 还有那个维护成本高 因为每一个业务 它们自己维护这么一套 对吧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公共工程度它缺失了 比如说我们必要的一些审计和一些可观测性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 其实能做的东西很多 路由了一些 那这个就是这些方案的一些缺点 其实除了这两个方案呢 我们公司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案 然后其他方案呢 可能因为影响力的 或者说一些没有只听说过 那具体的话我们也不去研究了 然后基于这些缺点的话 我们去搞了一个新的方案 搞了新的方案的目的呢 就是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这个方案的名字呢 叫高速公路 就是我第二章的话 它的一个秘密就是 评目就是为什么要高速公路 去研究这个名字的原因呢 是为了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然后我们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想主要解决的是 解决问题是刚才那些 然后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呢 是这三个 一个呢是可复用 对吧 你比如说对比高速公路 我们如果是北京到上海 其实一条高速公路 如果它只要够宽 对吧 那其实一条就够了 你如果是上海到北京呢 或者说杭州到北京呢 我都可以复用 顶多也就是前面的一段 你自己去跑 对吧 可复用 不要很多自己去搞一套 然后第二个呢是隧道机制 这个机制的话 就如果类比我们这个高速公路 真正的高速公路 那高速公路呢 我可能会碰到很多河了海了 山了对吧 会有很多那种 那如果我在那下面 搭一条隧道的话 那这个时候还是对那个 司机制无感 那我们要搞的这个项目呢 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这个正規网络很复杂 没关系 那我们把你屏蔽掉 对吧 这个也是中间这样的 一个直子 所以的话 我们用了个隧道机制 隧道机制当然还有其他内容 后面会详细的介绍一下 然后第三个的话 我们需要考虑 那个传输的性能 那如果说我们 每个业务部门 它自己搭那一套的话 我可以只要考虑 我的业务就行了 因为我这个东西 不一定会给别人用 或者给别人用了 那可能也是一个小范围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传输性能也就是 只要承载你们 自己的业务就够了 那如果我是搭建这么 只建一次 可复用的这么一条链路的话 我必须得考虑 这个传输的性能 就是你比如说 协议之间 它是有性能的差异的 然后你那些链路 对吧 能少一点 你的节点 能少一点 或者说你去做一些 审计功能的时候 你是要考虑它的 这种性能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像我们高速公路 为什么要高速 就是因为它的速度 可以开得很快 对吧 那大家都可以往上跑 你如果说是高速公路 限制利用满 那基本上 全部都躲在路上 对吧 所以的话 我们必须得考虑 它的一个传输的性能 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做这个项目的 它的一个效果 才能达到的一个效果 然后现在呢 其实因为已经落地了 所以基本上 也达到了这个效果 好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 来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修建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 然后碰到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客户的揭露 就是我们要走这条路 我们肯定是会去 有一个揭露的这么一个流程 那像我们公司 我刚才介绍了 就是我们是强依赖Double的 所以的话我们把重心呢 是放在Double的一个揭露上面 然后第二个呢是透明常数 就是说我们用了Double 我们不希望用户去改变它 使用Double的方式 不改变Double的方式的含义呢 可能会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比如说 我不需要去自己写一些注解 去代替Double的 对吧 或者写一些APS 调用Double的 因为你写了这些东西之后 一些新闻他可能并不能理解 或者说他不习惯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看法 那我们就是用原始的Double的一些方式去做的话 这可能会就是 对用物更无感 所以这是一个透明常数的一个含义 然后第三个是揭露灵活 这是动用形态 那我们刚才虽然说是强一个Double 因为我们必须得支持Double 对吧 但是我们肯定也需要支持一些其他的一些形式 比如说HTTP 这个其实需求 我们这个上线之后 Double这个版本上线之后 马上就会接到业务的那些需求 你们能不能接受支持HTB 对吧 我们这边就这么用的 但是我们又想接你这个网 因为他自己去开通这个网络很复杂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会揭露新的需求 那我们在揭露之前的话 我们需要考虑这个灵活性 揭露灵活性的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 当然我现在先介绍一下Double的方式 HTTP方式 因为我们新开发 就是在这次PPT写之前 就是是没有的 那Double的这个客户乱接路呢 其实主要有这几种 一种呢 是那个注解的形式 就是那个Double的Reference 对吧 这个注解 那么大家如果用Double会比较熟悉 然后 那当这个路由信息写在哪里 就是 那个中间那个Parameter那里 Parameter就是Double给我们提供的 一个通用参数的一个传递 就是类似一个Map 对吧 你可以传你的信息 那如果是正常的 我写的这个信息 其实 Double是不做任何处理的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对它来说没有含义 这是你业务自己定义的 但是 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呢 你写了这个东西之后 因为你引入了高速公路的SD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解析 就会去拦截这个Double请求 把你这个Map 把这个Parameter在这里面参数给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呢 去做一些路由处理 对吧 那这种形式从来 其实它没有改变Double的一个使用方式 然后第二种的话是配置中心 配置中心的话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比如说我们用的是Pabora 或者你用的Nakos 或者用的其他的一些配置中心 那配置中心的话 我可以完全把这个上面的 那个接路方式给替换掉 你把上面那个Parameter那个信息 我的配置中心配置也可以 对吧 只要我们SDK去支持它就好 那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代码就是完全无情路了 就是跟你跨完之前 跟跨完之后没有任何区别 对吧 但是实际上发现呢 就是我们业务并不喜欢这种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 一个呢 阿波罗这种东西呢 大家不喜欢用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不好理解 对吧 你比如说我一个新的 一个新招建的一个人 看你这个代码的时候 我完全会认为 它是掉本地的一个接口 对吧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搞错 会出问题 所以的话这种方式 其实是用的业务最少 第三种呢 是线程指定 这种方式其实更接近于 那个我们Double的一些 一个扩展点的一个使用 就你在线程里面去指定了 这个路由的信息 然后下面再去掉的时候 你这个 这时一掉用就会走你的这个路由 比如说我刚才那里下面写了 那个上海对吧 那它这时候下面这一次掉下 就会跑上海 那如果我下面再掉一次的时候 它其实又会掉本地 对吧 因为它这个基于线程的这种形式的话 在Double的这个扩展里面 它会把 调用完成之后 会把它清掉 这个线程信息 因为如果不清掉的话 那可能会有一些 slide loop和一些泄露的一些问题 那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会有一些注意点 就是说 你如果是想多次调用的话 那你可以要 可能需要多次的写 写多次 那比如说 我又不想这么写 那怎么办 那你可以用这种上海这种方式 你知道在当前的这个病里面 你都是路由到上海的 好 这就是我们那个揭露的一种形式 三种形式 其实还有更多的 因为其实真正给医院用的时候 它们会 奇了怪来的很多问题会 它们会有很多需求 但那些的话可能就属于 稍微想中一点 主要还是三种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 就是有点快了 接下来的话 就是介绍一下 这高速公路的一个架构 就是刚才介绍了一种 点对点的方式 哪那种方式 我们说了 它的那个缺点呢 就是开通白名单的复杂 比较复杂 因为它是 我们如果用那种 那种算术的话 就是比较ON的平方 对吧 那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架构 它是一个新型的 新型的架构的话 那这个白名单开通 可能就会 那个复杂 到这个第一点 对吧 比如说我这是一个岛 这是一个岛 然后这是一个云 云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岛 然后这是一个岛 那我这个 比如说我想安徽 想到上海的时候 其实他 安徽和中心网关 就开通一个白名单 上海跟那个 开一个白名单 开完之后 后面就是直接 这条链路就过去了 那这个时候 开白名单的 可以明显看出来 就是总共也就 这么一条几条线 它的复杂度就下来了 然后这个架构 也稍微 也比较清晰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这个倒是 我们这个可能是 高速公路里面 最核心的一个架构图 这个图呢 其实已经能说明 我们这些 就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它也有那些角色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 三十极群 到上海极群 这个是刚才 新型架构里面 那个中心网关 对吧 然后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三十极群的 这个APP1 调APP2的时候 我想去调 上海的APP2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 看我们这个架构图 它默认你如果 什么都不做 它肯定是去调 三十极群的一个APP2 对吧 那如果是你在这里 APP1这个调用的时候 加了一些路由信息 就我们刚才那几种 揭露方式 那这个时候 放在AMU1里的STK 就会把它这个流量 给切走 它会切到这个上面去 就是我不访问你APP2 我访问了一个 部署在三系级的 一个达伯网关 这个达伯网关的这个作用呢 我们等会儿讲 然后达伯网关呢 把这个流量拿到之后呢 会通过HPV的一个协议呢 去走这个统一的网关 这个网关我们现在用了APSX 因为它这个APSX 所以那个HTB和HTB 这种反而还是比较友好 然后HTB这个报纹呢 到这个达伯网关之后 导断了这个proxy之后呢 再通过放放的形式 就是调到APP1 在这个网关里面 会把这个路由信息拿到 就是把那些调用的那个service了 然后方法了 还有一些版本号参数 这些东西都拿到 通过那个泛化的形式 就叫APP1 然后再远路防备 完成这一次跨网的调用 然后刚才说这个 为什么要有这个dowcloxy 这个角色 就是其实我完全可以 比如说APP1 我直接切到这个网关 拿这个网关给我切走 那怎么少了一个点呢 就设计这东西的原因呢 其实我是吃跑了几个点 一个呢是去把这些 虽然这图伯只画了一个APP1 但实际上这个3C的导 它的调用非常多 非常多 你几百个应用 那这个时候说几百个应用 你都是如果到网关的话 这个网关它需要建立很多很多的长连接 对吧 就是说跟那个你不同的应用 建立长连接 这个时候就统一网关 它这个资源其实是有限的 对吧 那还有一个呢 你既然那么多安全性的问题 对吧 我可能都要跟他们去走一下白名单 开一下那个健全的这种方式 保证这个安全 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加了一个double proxy的话 就可以去收敛这个IP 你岛内的话 我不要跟那个double proxy去交互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环境 所以就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那你所有请求到这个网关了之后 这个网关跟那个中心网关 他们其实只有一条连接 对吧 只有一条连接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功能它是收敛的 不是IP是收敛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功能的收敛 功能的收敛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高速公路已经上线了 对吧 还没有什么东西 那后面我要做升级了什么这个东西了 那你这个升级呢 你是去更新SDK呢 还是说去更新什么 你如果更新SDK的话 你会需要每一个应用 都去升级 对吧 这个时候就其实是 你需要推动业务去做这些升级 其实是比较痛苦 然后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升级功能 全放在一个应用里面 对应用 对业务的影响 它连那个升级SDK都不需要了 当然 因为这个SDK的话 它其实就是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切换路由 对吧 这个功能其实很稳定 我们基本上不需要懂 那这个时候 所以的话 业务来说的话 就是说它的SDK不需要升级 那它也解放了业务 所以的话 这个就是 我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 Solid 那这 这种模式呢 其实在我们现在也比较流行啊 或者说分布式运行时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可以把理解成一个Dapp 对吧 一个分布式 就是把一些公共的一些比较麻烦的一些操纵 放到一个公共的服务里面 然后呢 留给业务这边的SDK呢 就是很纯粹的一个东西 对吧 功能上的一个Solid 那这个架构的话 其实就是 差不多到这 对 还有一个那个 你比如说像那个 HTB协议 像做协议啊 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协议 其实 HTB协议并不是一个高效的协议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投了 还有一些什么编码啊 或者什么东西 对吧 你投里面会有很多没有的东西 我们Double协议可能就 比如就像Double2了 它其实也是比较精简的 就是除了一些那个魔术了 或者一些什么东西之后 全部都是数据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后面是可以考虑 把HTB给升级掉 让大家性能更快一点 但是现在用这个HTB的原因呢 就是说 HTB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协议 你这个中间呢 可能会通过很多 你每个导弹它有可能 虽然我们这里画的只有一个 它中间可能会通过很多设备 什么Solb 那个NX 或者说这些 其他的一些东西 一些网络设备 你HTB协议 你是没有障碍的 那你如果是Double协议 你得一定的去打通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选择 HTB协议的一个原因 然后 其实为了实验这个架构 Double本身 它并 那个并不是说 就是 直接就可以用的 因为Double它没有提供这种 跨完的一些 直接的一些特性 那所以我们需要从Double层面 去解决一些 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这个动态IP的计划 其实Double它是支持的 只是这个特性呢 比较稍微比较新啊 然后也会有些问题 那它的支持程度呢 就是不肯支持 不肯支持 比如说DoubleR它是不支持的 开车手 Double3是支持的 那这个有点问题 然后我们那时候 其实基本上都是DoubleR DoubleI等多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升级了 然后还有呢 一些Bug 对吧 因为新的一些特性嘛 你真正上线使用的话 可能会有些Bug 那然后就会去解决这种问题 呃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视频室破展 视频室 就是对我们HTB来说 就是说你要去掉一个接口的时候 这个接口不存在 反归给钱当一个视频室的报错 对吧 那这个 对我们刚才的发案来说 它是什么行业 就比如说在这里 我把这个流量切过去的时候 比如从AP1切到这个DoubleProxy的时候 DoubleProxy其实是一个Double的一个应用 对吧 它引入了一个Double的架包 它是一个Double的空应用 没有具体的一些应用 那这个流量到Double的这个网关之后 它其实不 它不识别 它的那个功能是要把它转发出去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Double 它本身是不太支持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去加入这个扩檀 好 然后再加一个隧道的机制 就隧道机制就是前面其实已经提到过 对吧 就是说去屏蔽一些网络的一些复杂性 屏蔽中间的一些协议转化 对吧 给用户一个统一透明的一个对外方式 那像这个隧道机制的话 就是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 中间的HTB 形 它其实是里面的Bolity 是带了一个Double的一个原始的一个Bol 然后把它带过去 带到那个档章之后 再把它给拆包拆出来 然后再通过方案去掉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这个隧道就是可以屏蔽掉这些产业 还有一个 隧道机制呢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说体现出来的一个面 就是说 它对那个 它支持的 就对Double支持的那个力度会更高 对吧 就因为那个 比如说我说的FB1和它本地的FB3 我最终掉的FB2之后 它看到的那个二进滞留 它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去做什么 我只是把它给那个分担起来 最后这个拆包对吧 看到是一样的 这个中间除了一点路由信息之外 其他都一模一样的 然后到这边这个网上 看到这个路由信息一样的 所以的话FB1看到的这个数据它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机制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基本上Double的所有特性我都能支持 因为我去推广这个高速工作的时候 可能很多业务会说 我们自己去扩展一些什么东西 对吧 你们会不会有问题 那我可以跟他说没有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Token 一些Token跟网络相关的一些机制 那像那个Token机制的话 就是你如果在FB1调量的时候 换来一个Token 那FB1这边会去讲验Token 这个Token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Token是存在一些 类似于柱的中心这些地方 对吧 那你如果已经化完了 它这个 那个数KP都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拿到Token肯定是破不了 对吧 所以这些特性可能就不能用 但是很少很少 大部分绝大部分都可以用 好 然后其实 以上这些的话就是说 我们做了一些 高速工作的做了一些真正的一些事情 最终也没有地了 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规划 就是我借用了那个网络分层的 一个架构 去做 对我们这个 这个高速工作的去做了一些 货币的这些的话 你比如说第一层网络 利用的打通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关系不大 因为这个 我理解就是那种 开通端口嘛 对吧 那我们可以对一些 你开通了那么多事 你可以总结一些经验 或者说是一些方法论 去加快这个事情 第二层呢 那是通讯协议的加速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间的 HTB协议这个转发 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加速的 因为你比如说 像前面介绍的那个 Triple协议对吧 它其实也是基于HTB2 对网络设备的 识别的问题 它就能解决了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考虑去调研 让在同学协议层 去做这个游化 第三层呢 是语言证 语言证的话 也是我们看的就是那个 其实第一位讲师讲的 就是那个BLEVM 我们之前也去调研过的 而且也真正的去做过 真正的去做过 真正的去做过 虽然说没有落地 就是说这个编译加速 是不是可以那个 特别像这种 WANT1的话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流量很大 但是每个流量的请求呢 包吻又小 对吧 这种的话 其实对那个 语言本身的性能要求 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 把它编译成 比如说BLEVM 或者说是 用GO来实现 WU DoubleGo 那这个时候也是 比较好的一个加速 框架层功能升起的话 其实对我们 就中间间层 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 对吧 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情 然后还有这个 编排的话 那这个 这个可能不太容易解决 但是其实像我们这个 调用的话 它其实会经过很多节点 有A到B到C到D到E 对吧 那其实随着业务 业务其实很复杂 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路由 比如说A到C C到C跟D 再汇合起来 再到D 对吧 虽然现在没有啊 那我们这个也可以先去 做这些规划 那再上一层的话 是一些公共的一些特型 比如说监控啊 特关在性的高警啊 对吧 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审计 审计已经做完了 就是 随掉随 我们这个东西是要审计的 不能说是乱掉 因为这个东西有可能可以流点 然后还有安全的流程规范 这些东西 你核心功能落地了 这些东西都是要保险的 好 那个 其实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到这里了 但是 最后做一个整齐啊 就是第一个呢 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就是 刚才其实介绍了一些背景 就是说 之前呢 案案比较多 然后它那些成本也比较高 那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讨计的方案 然后去考虑更多的一些公共的特型 对吧 然后去把这些东西给推广起来 而且我们现在的 那个过去情况 其实基本上 已经是接通了非常非常多应用 它已经成为我们增长员的 数据跨网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 那个 就统一的一个方案 我们之前呢 揭露那些 比如说 比如说 潘在点对点的时候 ZDouble 其实已经陆续在这个签了 签了已经很多了 然后我们要达到效果的话 就是说 第一个是用透明 第二个是性能 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些 我们看到聊了一些东西 项目加工呢 刚才也介绍了 就不太清楚了 就是 对Double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因子 然后 未来规划的话 最后 其实我还是讲解的 就是比如说跟开源 社区的一个合作 因为像这个 刚才那个方案 其实是我们公司内部在使用的 然后也是去做了 对Double做了一些深度定值 一般来说 然后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 私有办公司 刚才私有办公司的开发 对吧 很方便 但是这个时候 就会跟开源交叉 对吧 你交叉开了之后 你后面开源有什么好的东西 你再拨拨回来 这个是很复杂 所以的话 我那时候就是 开始尝试 就是跟比如说 Double社区 跟那个远远 还有其他人到 就是跟他们去 去沟通 对吧 看能不能在开源程中 撕掉 还好 Double社区很开放 对吧 我们基本上就是 把这些 一些公共的特性 都反复掉 打破放进去 那这个时候 一方面呢 社区可以帮我们去 领备这些 这些特性 对吧 去做一些安全上的 一些封控 一些把控 然后还有一个呢 我们也能把我们自己 做了一些事情 特别是 把一些公共的东西 再抽出来 反备给社区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酸赢的一个事情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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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一张 一张 我们再来一张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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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种 这种 导和云之间 应该是跨城的一个东西 他在跨城的间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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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怎么办 他就怎么办 第二张 他中间有个架构组讲 还有 对 你这个前面有一个网装的结构 但是网装的结构里面是什么不需要 就是这个问题的话不需要 因为其实比如说这里面3C导装环境 它其实这里有个sukip 但其实这个sukip没有一点的关系 因为我们比如说app1和app2 它其实是路由已经写好了 我们就要把这个你访问的IP地址 切换到这个double-c之后 然后double-c再给它转换过去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这个过程 跟sukip1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是直接切的方式 并不是说有那个路由发现的这种方式 去做这个获取IP的这个操作 对之前我跟演员其实聊过 因为像他们阿里有做的那个方案的话 其实是有 其实用这个sukip去做这种服务发现 但是sukip之间呢 它会有些信息的一些不同 对对对对 这个方案可能还稍微有个区别 像我现在这个方案其实是跟那个 助手中心的作用非常的弱 你本地调用的时候是有 需要有这个东西 跨网调用的时候是不需要的东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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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那你的这个认证一般都能够做的 认证 认证的话我们现在这个统一网里面 比如我们现在基于API 6 对吧 我们会去做很多签名插件 这个插件呢会有审计 会有一些比如说签名的那些认证 对吧 都是在这个插件里面做 插件里面做 就是在客户端里面配合 是的 是的,然後我們這裡面對應了一個Dashboard,空產裡面,比如說我現在要新揭露一個業務,在空產裡面你要去做這個相關於註冊,然後我們有人去做審核,聽到消耗的時候它才可以調,然後你每次調的時候你會把註冊信息給帶過來,然後我們再去做這個審計交易。 這種跨線,你是有關鍵的性能嗎? 性能的話,其實跟我們這個方法說實話,關係不大,因為我們之前的,每個版本調,它這個網絡之間的,網絡本身的這種性能,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控制的。 所以我們現在切這個方法上去之後,會有些問題,就是說,某些檔它不穩定,不穩定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它自己本身的網絡,和我們公網之間的這個網絡,它存在不穩定的一個,就是這麼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話,其實我們可以通過程式去解決,因為你網絡如果只是閃斷的話,現在我剛才說了,其實我們這個,是支持Dashboard所有的特性能。 那我在這裡面默認,假如默認就是從事三次,對吧?我第一次斷掉,第二次再次從事,它其實就可以成功。 那如果說你因為這個兩個島之間的網絡等身,它是很不穩定,那這個其實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去解決,因為這是網絡層面的一些事情。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只能去推動運維和他們島端的一些安全機構,對吧?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看這個加油圖,從山西到上海建運的時候,上海一半的Hawun4C,它去找了IP1的時候,那它其實應該也要去主持中心找IP1的服務吧? 比如說我應該調哪個,比如說根據某些策略去找哪個實力? 不需要,對,因為剛才其實我說過就是說,比如說我這邊,那個在SDK裡面寫了,比如說我到上海這個之後,它其實都對。 那上海也一堆實力呢? 是的,是的,我應該調哪個? 我這麼說,就是說,IP1這邊帶了上海的一個信息之後,然後上海的路由信息這邊都會過來,對吧? 但是到上海之後,這個路由信息跟它沒有關係了,對吧? 這個時候它得去本地這個CK裡面去找,它其實跟正常的釣運是一樣的。 那其實也是依賴注射中心的嗎? 對,到島端這邊之後的話,就是跟本地釣運一樣,它是需要這個注射中心的。 但是你的釣運端是不需要的。 其實統一網關的作用只是找各個不同的找的Porset吧,它只找Porset,然後到了對應的Porset之後,再找具體的那個服務。 對,就是像我前面這個新型架構,其實這邊的這個網關的重新網關,這個節點呢,其實我們可以理解成就是DoublePorset。 它就一個應用,然後你對應的可以做一個IP,這樣。 好,那您非常非常感謝小賓講師的分享。 所以大家對這塊實驗上的疑問呢,可以找小賓老師現下來交流一下。 好,那您非常非常感謝小賓講師的分享。 大家對這塊實驗上的疑問呢,可以找小賓老師現下來交流一下。 所以我們在聽說一下相關的都是每一位,都要不是多藏著人的機能。 真的嗎?